黄徐东绝逼是里面拉屎乖 拉屎真的是招不住 感谢老仙乃我一事无成的飞机 李培南2比1逆步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情况 小组第一肯定是打了5场 小组第一肯定是嘎姐 现在是5-0 然后小分是10-2 李培南排第二 他是4-1小分是9-4 第三的就是逆步 也是4-1 他只输给李培南一场 然后小分是9-5 然后第四场 第四就是倩姆了 倩姆现在是2-3 然后第五也是2-3 其实李培南只要再赢一场 我就再赢一场 他肯定是稳前三 在赢一场是稳前三的 然后现在POP是0-5 然后是排最后 然后PAK是1-4排倒数第二 而MASA和其他三个都是2-3 然后分裂6-4名 基本上这个第一集团就是李培南 然后Nib还有嘎姐 然后接下来李培南如果说能稳稳地战胜 这个PAK和那个POP PAK和那个美国的那个神组的话 基本上就是他能够确保自己是小组第二 这样的话他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他至少也是一个小组 就至少是前三的这个水平 前三这个成绩了 前三的话他能够拿到 因为这次是分开的嘛 所以说WCS积分 看一下前三 前三 第一名1600分 第二名1100分 他如果能拿到第二名 1100分 其实这个这个分数就很高了 他现在李培南的分数有300分 对的有300分 他REM的分数没算上去 我靠 算上去就好了 没算上去 就1100的话 我觉得他能够他能够排 排前八吧现在 至少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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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六吧 前六吧 第一次如果说能排前列的话 是个不错的开局啊 李培南 李培南不是 他是那个没有去嘛 所以说没有没有IM积分嘛 就像 NIP和Serial 他们都是 IM是有机的900分 其实 就挺有优势的嘛 不管怎么样嘛 我觉得 NIP和Serial 这种选手 像包括什么 NIP和Serial 然后 雷诺 对吧 嘎姐 这几个都应该是 稳定能够去 布利加康的 那其实 这几个其实并不是 李培南竞争对手 李培南竞争对手 是什么 什么Hero 马运 Lambo 什么 Elazer Shortem PG Drako 对吧 还有什么 Major Uzermal Chem DNS Hastem 应该是这些人 嘎姐要比去年 要稳定多了 他的实力 比去年 要强多了 嘎姐 哎 你妈怎么 怎么还没反应 我靠 他们开始没有 我还没开 还没开 有点困了 我靠 我怎么刷不出来了 WordD 什么 刷传了 大家等着吧 我耳机还没开始 我再跟他说一下 兄弟们如果说 明天要上课 包括要上班的话 那早点去睡吧 我觉得 就没必要熬夜了 明天看看结果 反正李平台已经出现了 现在就是明次的问题了 现在我先给大家开始吧 李平台对帕克 身体要紧 真的熬夜挺累的 你们现在年轻 可能感觉不出来 我反正我这个年纪 我这个年纪我就感觉熬夜非常累 我昨天熬了一夜 然后 昨天几点钟 五点钟吧 五点钟结束的 然后我到 我五点半 去床上的 床上睡觉 然后到了七点半 我都没睡着 这个时差有点调不过来 然后七点半之后就迷迷糊糊的 然后各种迷迷糊糊糊到十二点 十二点多一点 然后起来了 然后感觉自己也没睡 也没怎么睡饱 熬夜很伤的 跳舞住行 干死你 不是啊 年纪 年纪大了 其实 我 反正我觉得 就那种什么白领啊 他们就包括你们 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这种状态 这种什么 每天 每天就 九九六 然后还要加班 然后加班到十二点 然后 加完班之后 躺在床上睡不着 然后拿了个电 拿了个手机 然后看会儿漫画 玩会儿游戏 眼睛一睁一眨 就两三点了 这时候再睡觉 然后早上八九点又要起来 这种很累的 你去死吧 你们都去死 老子没唱过舞女类 不知道舞女类是什么 都去死吧 你们 哎呀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过了 过了 老子没有唱过 我不会承认的 哼 像你说个蛋 你去死吧教徒啊 老子干死你 妈个鸡 妈的好气啊 我靠 哎 妈个鸡 那天你妈被阴 真的是被阴 你妈阴惨了 妈的我绝对不会 我这个仇我会记下的 小圆 就是他糊了我一把 然后让我遭重了 她 咳 你们也不要拱护 不能人也只能人 因为毕竟跟他们其实不是一个圈子 他是婚二次元的 哥你妈的这种成熟的老男人 怎么可能去婚二次元这个圈子 二次元这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平常偶尔看看漫画也就算了 那一天关键是接班人 你妈这个跳逼 那么爽 什么情况他不开了是不是 还是已经开始了 有没有兄弟那个 侦查一下到底在哪点 别的频道还都开了 我看看 我去找一下兄弟们 我刷一下 妈死了 就这个频道还没开始吗 我昨天不是播完吗 然后一时兴起对不对 然后去找了一找 发现一件事情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以前最早不是我 我玩那个PS的那个游戏吗 不是有个叫机器人大战F片吗 现在他们做出了一个什么 机器人大战F片3.0 骂个蛋的 我决定去 空了去玩一下 貌似好像改了很多东西 听说是好玩的一笔 有没有二物在玩过吗 可能应该已经要开始了 我们的最后组织结束了 我们现在进入时间 对Puk 我们现在进入时间 对Puk 大家已经不够 因为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因为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哎呀呀 玩之浪,之浪我不会玩吶 之浪我真不会玩 这种游戏,我玩过那个什么,上次玩那个叫什么 上次玩那个叫,反正就上次也跟智郎差不多 那个叫什么,老子妈的第一关打了血都打出来 那个什么游戏 人王,对对对,人王,妈个鸡 我这游戏虽然说是打电脑,但是我告诉你们 还是需要很好的这种技术的 我这个技术不行 这种技术,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到的市面上的很多主播都是偷偷摸摸地打过一遍 甚至打过三遍,然后再来打 这种瞬间领悟能力其实,虽然说有高有低 但是瞬间领悟能力这件事情 我看了一下,我就说人王为帝吧 你不打个五六次,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可能我的悟性有点差 Nostali年至轻啊 Nostali Nono还是有实力的 而且Nostali主要他比较喜欢玩这种类型的游戏 所以说这种东西也有好有坏 我觉得也有好有坏 哎,可惜啊 可惜我太差了 这妈的只打了个人王第一关都那么难过 后面根本就不要说了 好的,比赛已经开了啊 Tark对李佩南,大家可以下注起来了 这场我觉得李佩南拿下应该没用 他只要再拿下一场就是前三 不管怎么样都是前三 这边李佩南PP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李佩南这个战术 我看他农民的探路的点应该是要野兵赢的 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不,你们说我懒 其实我告诉你们 我平常要做很多事情的 妈的一个居家男人 对不对啊 平常有很多事情要做 两个孩子,妈的要不要管 心有余力不足啊 好了,直接野兵赢了 这边野兵的这个点有点摇 一般来说的话 神主如果说去探路的话 一般是探下面的有种 妈的孩子现在就是我带好不好 每天你妈睡到,说每天,每天睡觉 早上就会被两个小小的吵醒 我靠,然后这再也睡不着了 然后整天就,就是妈迷迷糊糊的 我靠,对面质量太差了我现在 孙宁啊,孙宁现在四点方学啊 有什么问题吗 哎,不跟你们说这些东西 反正说多了都是累 哎,这个农民有点精髓哦 本来它是上去的 本来它是上去的 它在的话看不到了 你把四点放学 八点半上学 就八点半之间把它送到了 这个应该还能够杀到两个农民 帕克的操作也不错 一个肯定能杀到的 第二个能杀,第二个能杀 走了 这样的话这个死神 我觉得还是赚到东西了 关于你这个死神还没死 待会还可以继续跳 口风的呢,的确还不错 这怎么可能拆得掉呢 李平台今天的操作感觉相当不错 地雷直接过来 待会儿直接是空投地雷 因为前面有这个死神看着 所以说地雷可以安安心地过来 就是帕克要被打成马 这一波看怎么来弄了啊,这波 想要吃啊,但是吃不到 这个,有一个追列的话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李平台打帕克呢,我觉得 其实,总体来说的话 还是有优势的 帕克这个神助拳 现在不是特别强 我看你这边,我看你这边 有地雷,然后打个多线 什么形式啊,现在 形式大好 什么叫形式大好是吗 他又开始野兵炸 就是,就是 前方我告诉你,前方这种 捷豹平船的这种 他又是,又是野兵炸地雷啊 对啊 这狗屁我操 他怎么现在变成这种人呢 这捷豹平船呢 现在 诶 但我怎么感觉农民数量差一些嘛 诶诶诶 没炸到多少东西啊 诶呦,11个农民,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炸了11个农民啊 他哪里炸的 下面炸了个追列 然后,旁边顺便带走了七八个农民 他这样都打回来了 再解放者多现一下 诶,这种11个农民还不是前方捷豹平船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11个农民还可以 说真的还可以 别点农民啊,对啊,点农民啊 想跑,我可这个有点过了 这两波其实炸手有点烦啊 这个还不是优势 那什么是优势,你告诉我 优势,优势,优势 因为科技上压制住帕克了 帕克现在跳巨像 被迫跳巨像了 科技上压制住了 这是优势 这个912没乱脚 好了,帕克这边没办法 他只能选择 这个应该是自保球吧 应该是 你如果说出巨像的话 有点慢 有点慢 自保球出乎意料一下 我觉得可以的 有点慢 稍微 所以农民被炸太多了 这波看看 这波帕克的能进 能反弹能打什么东西 没什么机会啊 这有个能进 他拿了机会吗 有个围巾 他们现在看到里面开三级地 那基本上就 他直接推了 这个推的有点早吧 但有个围巾也行 有个围巾也行 这个其实他很烦 这个围巾在 烦的一逼 他直接正面推了吗 还要回来先救一波 他要强修那个 他本来是想秒那个东西 秒 兴奋剂 兴奋剂的 那这样这波推出去 其实不中自爆球 我觉得都很难挡啊 这波 有兴奋剂 其实就很难中自爆球 操作空间就很大 不要什么全中自爆球 就没什么事了 家里面打个双线好像是 有个解放者估计过去了 我估计啊 因为看不到 这个小地图没给我们看 是解放者 应该是解放者 好 加速一下推进 把坦克装在运输机里面 第一时间去架 帕克其实知道你推进 但是他没办法 他说句句下 好 已经到了坦克直接找个拐脚先架了 好了这三块没了 拐脚一架 一个自爆球的作用不大呀 我 这次我的这个 你没有延迟好吗 对 在侧面再 在头两团 组框在头两团结束了 上次他输给帕克了吗 没输吧 没输没输没输 上次输给那个 对 帕克是夜点那个小组 对对对 好这个双线你妈帕克难受了 真的难受了这个双线 估计都没看到 你居下没有那个 没有射程 没有耗一下盾 好细节不错 上面哎哟 防得还行哦 我强行头 强行头 强行头 来嘛换嘛换嘛 对强行头 你巨像这个时候一个巨像 其实输出也是有限的 哎正面 正面强行秒了个自爆球 哎 后面那个躲开 还行还行还行 坦克可以往前架了 这时候怎么把帕克难受的一批被打 这个就明显就节奏 节奏也在跟不上了 他巨像上面被点了吗 上面应该没被点吧 这怎么被点吧 好像被点了 要不然他巨像去哪里了 死了15个农民我都靠 这跟不上了节奏已经 完全跟不上 经济马上崩了 帕克我觉得李平坦打他还是问题不算很大的 帕克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到 他节奏太慢了 他难道不知道李平坦没有延迟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应该知道吧 我觉得欧美先生应该都知道 我估计不知道 你相信 他想出自爆球占便宜对吧 哎呦 这克雷好他妈见 哎呦 爽 好嘞回去收一圈了 自爆球把那个吃掉了 把两个坦克吃 收一圈了 哎呀 这就正面就接 就怼脸就完了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局势 你知道什么局势 马上我打都输不了了 这个局势 不是 我说大局 李平南只要再拿一个2比1 2比1 他就确保自己前三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局势真的给我打都输不了了 哈哈 你觉得是不是吗 给你打输得了不是吧 给我打到真的输不了 输不了的呀 就怼光头就完了 我人 我人足打的还可以 好 大规模空头一波 他把怼光头就完了 这个局势 哎哎哎哎 哎哎哎 你妈的不要被吃啊 这波 哎 你看人口 你们看人口 里面在三框打两框 哎 不要慌 老子不信这还中 泰姆现在有点急我跟你说 你去推别的三框 哎 就等一波围巾 现在光头就架在那里展开 等一波围巾 然后200人口怼个光头就完了 是不是吧 对对 我觉得这波其实你真的操作好 是也可以硬怼上去 那就坦克架在这里让他冲嘛 你冲的时候直接直接那个 三开打就好了 真输不了 哎呀你们不要觉得什么奶奶奶 你妈绝逼输不了这个局局面 这个这个局面是真输 真输不了呀 你们相信我呀 妈维巾一来就结束了 真输不了 你妈的这种坦克带解放者带维巾 你就两个巨像有输出 这个时候要不补为仪慢慢架出去 够了呀就架到这个位置你难受不吗 除非他两个自爆球大满罐全部撞到 这他妈你来操作都不会大满罐 那也是 大满罐是什么概念啊 大满罐就一坨冰一起卷物费 就这样 大满罐他妈的那只能说他妈假塞了我操大满罐 对不对吗 还行还行还行 炸不到大满罐的呀 平A就完了巨像有几个冰嘛 没用的呀 帕克真的打不过 这是真打不过 是不是吧 这盘双方其实在实力的差距是比较大的 你们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啊 这排挺轻松的 我突然我看一下排名 Major好可怜 感谢波爵爷一定没钱没女人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感谢波爵爷 你妈的这个这个Major真的可怜 怎么了吗 第九名 关键我还看他这个挂那个战队 已经已经解散了 他不现在去欧击了吗 对啊 但他挂还是挂那个战队现在 这还没改过来对吧 对啊 真的可怜 哎呀 现在WCS全是欧洲选手排在前面啊 欧洲选手太强了 欧洲选手太强了 但这个美洲区还没 美洲区打完那就上去了 对吧 因为现在美洲区你看那个分还没出来 欧洲区的分因为出来了嘛 所以雷诺已经拿到1100了 还没加加上去的话就上去了 Major才300多分啊 那么惨 废话啊 他REM也没怎么打打好好吧 这一次他拿了第九名就175分 你告诉我他怎么怎么上 也是 对 Nip和Serial 因为那个REM拿了900分 所以说他们两个的排名还是有点高的 这倒是 他主要雷诺高 主要是这次欧洲区拿了第一 1100都拿到了 对吧 就至少进前二了嘛 这是打完 就这个美洲区只要这个选拔赛打完 那个李培南至少往前走很多 因为他其实就如果说 他应该能拿到800多分 875 对 875分 875分的话 他也就 也就前八肯定进去了 前八肯定进去了 对 后面还有三件 还早 那这个这个真的是还早 还早 还早 这个真的还早了 就没什么好讲的 不你开始开局对不对 你开局开个好头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对 还早 还有三件呢 谁谁谁出现这么暴数 如果如果李培南这后面都打两个2比0嘛 嗯 然后逆布如果2比0把嘎姐干了 那李培南就排第一 对 逆布和嘎姐不知道现在打成什么样 我估计逆布想要干嘎姐这个 还是有点难 逆布好像最近都打不过嘎姐 逆布和嘎姐应该现在还在打 什么0-1现在嘎姐 啊 呀 可以啊 呀0-1嘛嘎姐 那如果说 逆布赢了 1比1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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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没那没机会了 李培南拿不到这个了 只有0 逆布2-0 逆布只有2-0 逆布只有2-0 对吧 嘎姐 嘎姐如果是1比2输了的话 嘎姐现在就是 11-3 李培南 李培南是11-4 对 如果2比0的话 对吧 那后面其实 嘎姐最后一场 他要打 他要打倩姆 倩姆有机会跟嘎姐哦 李培南如果全赢 就两个2比0的话 他就是11-4 对 对不对 对 11-4 诶不 13-4 13-4 对 13-4 然后嘎姐如果是输0-2的话 好吧 嘎姐是1-3 11-3 如果他输 他再输过1比2 那李培南就第一了 再输1比2 他李培南肯定第一了 对对对 你就大胜就5分 如果他是2比1的话 他也是11-4 哦 13-4 那嘎姐就 嘎姐还是小组第一 他胜负关系压倒了 那这个没没没没没机会了没机会了 该也肯定锁定小组第一了 这个比赛是先看小分再看胜负关系的 哦 那没那没那没关系了 李培南本来胜负关系也被压了压了嘛 然后然后你那个分也不够 所以说李培南想要拿小组第一只有靠 先靠尼姆再靠那个 对 谢姆 谢姆有点不太靠得住 不是吧 靠不住靠不住 他这个农 他这个杀了4个农民来 这个什么东西啊 他们怎么谈笑之间 就已经农民落后了 哦 没有是李培南农民落后 对啊 那为什么死神杀了4个农民嘛 我怎么会知道 直接跳引刀了 哎呀这不是李培南的软肋吗 的确 的确是有点软这个软肋 妈这个出引刀绝对是李培南的软肋啊 我觉得李培南死了呀 妈每次出引刀都砍得死他 我告诉你爸说 说不定李培南待会儿 封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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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封盘 其实我告诉你也没什么好封的 李培南买了30万 那个帕克买了1600 什么东西啊 李培南买了219万 你他们没刷新吧 哦刷新了 这有什么好封的吗 买不了了 已经买不了了 买空了 李培南已经买空了 这无所谓了 对不对 万一帕克别人想追个梦追帕克呢 对不对 这帕克如果说砍到的话 我觉得没机会 这个科技被玩爆 哎这什么情况 这什么东西啊 哎不过也是好事 你妈你刷三把引刀 你不是冷静头进来 三把引刀跑也跑不掉 你妈老子刚好有一个毒鸭 你来呀 他是极限引刀 没冷静 对呀就你来呀 我刚好有个毒鸭 你妈进来就送 好事儿 李培南什么时候会出毒鸭了 我单队李培南说这个 这个水晶绝对是 哎这这这 冰 那不是雪盔这个出来 他在打毛啊这个 这帕克心都睡了 看到个毒鸭飞出来 李培南这分的什么东西啊 哎也没事也没事 两个农民换两个引刀 我操 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这个事 我靠想死了 这个帕克已经 你们现在欢迎去追梦 这个已经想死了 被玩爆这个战术 如果说李培南不是出这个毒鸭的话 李培南可能被砍死 对 这他妈拿头挡了 这不出来 这个的确是梦中作鞭 的确是梦中作鞭 帕克也没办法了 只能闪烁追列打到底 没科技跳了 先补兵营闪烁追列 然后再开三框 李培南马上要推了 all in一波 就不要想太多 你他妈就我引 带坦克 光头什么的 直接一波农民拖过去就结束了 是不是 千万不要拖泥带水 这局面不是输不了 哈克唯一的科技就是 闪追啊 直接拖农民的呀 但他好像不想拖 李培南其实推进很快 他是先出门 然后两个运输机加速过来 这个推进比想要快很快 这个闪追比想要多啊 那又怎么样嘛 那又怎么样嘛 他妈你闪追打得过这波光头 他拖农民是肯定打死了 有点急 有点急 李培南有点急 运输机没到你 他妈怎么上去了 这已经扎成红血了 他在想什么呢 不过没开三框也没事 也没事没开三框 稍微有点急 打回来很多 对稍微有点急 李培南这波 这波压制不是开玩笑的 这波压制啊 这个追猎数量突破零界点了 他在外面找 他不会压制 他在找两船边 那也还行嘛 他在找两船边 他怎么可能去压嘛 这个时候 李培南这个时候 只要补到五兵营去光头 就可以打 你真别说 帕克这种 打得有点坚决 他没办法 他只能这么打啊 没有 李培南现在只要五兵营下去虚光头 然后推一波就死了 那对 爆发力不在一个层面的 神主就是一波爆发力 帕克没得打了 他现在是 他现在就是只能强行报兵 就是B级兵报到底 真的 你相信我 这个局面就是帕克等着李培南最后突破了 你再推一波 光头这个数量 闪追是不可能打得过的 对 你们有 你们有 不要笑我闭嘴 帕克唯一的机会 就是那波 那波闪追直接去压制 反打 反打的话 李培南就难受了 对 结束了 这个局面结束 帕克要闪追自爆球了 他闪追自爆球 感谢盲的飞机 赢了呀 这个局面 你相信我呀 这并是什么意思啊 哎呀 这妈的 按错了 不 这 非错了 这是什么 出来做个建築学有什么错吗 这样子是吧 他 这都想到了 哎 结束了 你们不要慌 那 我是不是可以去提前结账呢 结啊 万一挂了呢 挂了就算了呀 哈哈哈哈 是吧 你是不是应该负责呢 你说你负责我去结啊 关我什么事 可恶 哎 真的结束了 我跟你说 这个推出去就结束了 那为什么我不能体验结账呢 因为妈的心计有可能会发生失误 就留一手拿 不用留了 结束了 推出去 你看看这个光头 你妈的拿头挡啊 这个光头虽然是有点多 你结罢结束了 那万一呢 没有万一结束了 你确定啊 结束了呀 但反正都是你点的 不 真结束了 真结束了 看完看完看完 这个光头虽然真挡不住 你相信我 但是我 我觉得我们 我们作为这个 开这个竞猜的 还是要有点职业操守 这个光头数量 怎么不可能挡得住 你让你让阿发购来跳 可还有点机会 阿发购我都没跳 哎呦 这个涌上去 阿发购跳有机会 说真的 你什么人 有那么一点机会吧 结束了 真把这个光头数量 太他妈恐怖了 根本就打不动 机器 好 结账结账结账 阿发购跳 刚才可能跳的是 他一个一个跳的 好了 最后一场了 看完好睡觉了 这两场 这两场打得 说真的有点 还可以 今天状态不错 李平奈 最后一场 开始 我们去看主舞台吧 最后一场是主舞台吗 最后一场是主舞台吗 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主舞台 我们先去看主舞台 这边结束了 好吧 主舞台 逆不打 我们去看 嘎姐打逆不打 就主舞台 刚好主舞台 对啊 好猎姐 即使没有 уд 嘎姐 如果这场赢了 就肯定 肯定小子第一 然后如果嘎姐赢了的话 你平台肯定想第二了 对 也是好事 也是好事 这样的话 保个前三对吧 对 一步这包有点凶啊 嘎姐不一定挡得住 那么多不秀 看立场了 第一排 一步没跳的 有跳 打死了 应该打死了 应该打死了 这个太多了 这个不秀 六个 还有凤凰呢 这波打死了 你不赢呢 跳脸呢 可以直接跳脸 来到说 啊 你平台有机会第一 那看切木了呀 竟然切木